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追求的事物也越来越繁杂 于是梦想变闲智了 但是有这么一个老人却始终不忘初心 他花费了30年的时间来打造一个微型小镇 以假乱真 不知道真相的人简直无法分辨 这个老人就是史密斯 居住在美国的一个很普通的小镇上 是摄影师 插画师 房屋设计师 是一个全能的人 史密斯如今已经成为一名老爷爷了 但是他依旧有着一颗童心 小时候的他就格外的热爱生活 喜欢观察 而如今50年过去了 科技越来越发达 时代也在变化 小镇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世界都在向新的方向发展 为了重现小镇50年前的繁华与美好 史密斯爷爷利用了自己所有的特长 花费了30年的时间创建了一个小镇模型 这不单单是一个小镇模型 它还是一个艺术品 因为史密斯的格外用心 打造出来的小镇模型与真实世界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从史密斯爷爷所拍摄出来的照片可以看出 小镇房屋的一幕一窗都很有质感 阳光透过夜系投射在马路的光辉 也显得很饱满柔和 很有颗粒感 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些照片都是经过后期技术处理的 但其实史密斯所展现出来的照片并没有过分的去修饰 只是加了一些滤镜而已 这样的杰作足以安抚每一个有着同样梦想的灵魂 你曾经有什么梦想呢 后来实现了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